大家好 今集會做Albert Steakhouse的黑糖麵包 首先加高筋麵粉 拿麵粉 黃糖 可可粉 和黑糖麵 用筷子稍微攪勻 加一部份水 攪拌均勻 千萬不要一次過加 逐少加 要視乎麵粉吸水的情況 也會放入狀狀 加一部份水 和雞蛋 加入黃糖麵粉 入口 焦糖麵粉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评论者,接下来 切成一块没有粉粒之后 加盐 和落溶在暖水的酵母 要尽量避免它们倒在一起 以低速搅匀至吸收所有的水分 然后再用高速搅拌打5分钟 接着可以加牛油 然后以低速搅匀至全部吸收 然后用高速搅拌打至5分钟 打完之后可以把它放入玻璃盘 然后检查一下面团 如果面团已经形成薄膜 便可以了 然后将面团收完准备发酵 发酵1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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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把它略为收完 然后分成4分整形 发酵1小时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做好后又可以做第二次发酵 烤炉预热210度 第二次发酵完成 然后可以撒粗粒小米粉在表面 烤15分钟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现在天气凍了 注意发酵的时候 不要放在室温发酵 可以放入焗炉发酵 因为酵母的活跃温度 大概30-35度 如果天气只有20-21度 就不太适合发酵 可能等了很久都会放不大 所以最适合放入焗炉发酵 黑蜜糖有很多功用 可以补血和暖身 所以很适合女士使用 记住订阅我们的YouTube频道 Alice蜜 和按下小钟 下次见 拜拜